美国想要给中国送一顶发达国家的帽子 对不起 这顶帽子中国戴不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 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41美元 是发达经济体的五分之一 仅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 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位列世界第68位 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第79位 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当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也有着坚实的国际法依据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已由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机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一顶书在内的国际条约所认可 并为国际社会广大成员所接受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容剥夺 中国属不属于发展中国家 不由美国说了算 美方散布各种虚假论调 试图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其真实意图 无外乎是打压 遏制中国发展空间 让中国背包抗责任 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 干扰持质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事 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不会上美国的当 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发展中国家地位 大力深化 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坚定不宜 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